海贼王1074话劲爆情报 新和平主义者Mark III现身 微微没死 战逃丸又再次复活 海贼王最新话1074话的情报信息已经公布 本话的劲爆程度完全不说上一话吴老星登场 新和平主义者Mark III的出现 一起参加战局 战逃丸复活病断后 战逃丸被露奇重创后 这话马上复活了过来 为了保护让贝加庞克可以顺利离开爱格赫德 他召集了50只新和平主义者 也就是1074话的标题Mark III之后的发展 大概率是战逃丸保护贝加庞克逃离 有可能遇到大将黄元和吴老星继续此篇章 考虑战逃丸有卧底大将的袒护 大概率还是死不了 同时此话中草帽一伙继续寻找贝加庞克 派出除了陆飞锁隆两人外的所有人 波尼即将揭开关于大熊的秘密 不出波尼所料 大熊留下的熊掌并非自想的痛苦 而是他珍贵的记忆 只是贝加庞克以为那熊掌是痛苦的具体化 所以一直都没有去触碰 也因此无法知晓大熊的秘密 如今波尼进入到大熊的记忆世界里面 首先看到了小时候的熊被殴打的画面 后面韦田没有继续放出来 同时此话确认了薇薇没死 摩根斯将再次制造造调大新闻 情报说薇薇和摩根斯还有瓦布尔在一起 但是为什么在一起 将会宣布新的什么大事件要继续等等看 不过大事件必定会引起世界的震惊 下周不休堪 这期依然劲爆 马上就会有全情报我们继续跟进